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粤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三则新闻概述 首先,香港第一季度经济增长2.7% 主要得益于服务出口上升 尤其是随着游客到房量增加 尽管全球需求疲弱 但香港经济仍然显示出复苏的迹象 接着,中国游客在五一长假期间再次出境旅游 使得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受益匪钱 最后,香港警方在对三合会经营的毒品 赌博和性交易进行的十一天打击行动中 共递捕了142人 并关闭了多间非法营业场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一个充满活力与转变的都市 最近的经济成长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根据《南话早报》的报道 2024年第一季度 香港经济年增长率达到2.7% 虽然处于政府预测的低端范围 但在游客人数增加的大动下 城市经济从2022年的萎缩中反弹 至2023年的3.2%成长 这份报告指出 虽然全球需求疲弱持续影响着香港的复苏 政府预期 随着入境旅游的进一步复苏和持续的经济恢复 服务出口将得到支持 然而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紧缩的金融条件 可能会影响货物出口 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也可能带来挑战 同时 中国游客重新启程的消息 为全球旅游业带来了一线希望 据《南话早报》 报道 根据ForwardKey的数据 中国游客在延长的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 出国旅游的人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4月27日至5月5日的出境旅行量 仅比2019年低7% 而国内票务则超过2019年水平4% 中国的出境旅游消费在2019年疫情前 占全球旅游收入的14% 中国游客的迅速回归 对填补全球旅游业的巨大空缺至关重要 彭博智库预计 到年底 中国从国际航空旅行的水平 将超过2019年的90% 在另一方面 香港的社会动荡 也是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南话早报》 透露了一个震惊社会的消息 一名策划炸弹阴谋 针对2019年社会动荡期间 香港警方的主谋 原计划在行动成功后 与其团队成员逃往台湾 并接受进一步的军事训练 这起事件突显了香港社会中存在的 紧张局势和分歧 同时也提醒人们 即使在这座城市追求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同时 社会和谐与稳定逆势不可划决的基石 综合上述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正处于一个多变的时期 既有经济复苏的希望 也有社会挑战的考验 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数据 中国游客的旅游复苏 还是社会事件的发生 都在向我们展示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和银性 香港的未来 无疑是充满挑战的 但也充满着机遇 正如这些报道所展示的那样 这座城市正努力在变动中 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前进的方向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 从国际军备控制到高端奢侈品牌的创新 再到网络安全的挑战 每个领域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 也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首先 从Japan Times的报道中得知 美国官员已经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宣布 只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AI、才能控制核武器的部署 这是由于对A在军事应用 包括核武系统中使用的潜在风险日益增长 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官员Paul Dean表示 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已作出承诺 确保核武器完全由人类控制 他呼吁中国和俄罗斯也做出同样的承诺 这一呼吁突显了在快速发展的科技面前 保持人类对最具破坏性武器的控制的重要性 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带来了关于法国奢侈香水品牌Henry Jock 如何创造其2024年限量版香水系列 Collection de l Atelier的故事 这一个系列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单一玫瑰收成 品牌CEO Enlis Cromona强调了在香水制作过程中 对可持续性和关注自然的重要性 与其他许多追求大众市场的品牌不同 Henry Jock坚持其定制香水的艺术 创造出无法被其他品牌模仿的独特香气 这一故事展示了在现代消费主义的浪潮中 如何坚守传统和关注细节的重要性 然而科技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一篇来自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揭示了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因缺乏安全措施 而遭受网络攻击的事件 在2020年9月发生的这次攻击中 超过470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黑客随后向委员会索要50万美元的赎金 调查发现消费者委员会未能引入 多步就身份验证系统来远程访问数据 因此违反了引私法 该委员会已被要求在两个月内解决其数据保护问题 包括实施多因素身份验证 定期审查网络安全措施并提供员工培训 这一事件突显了在数字时代保护个人 私和数据安全的壁设成 从全球军备控制的呼吁到奢侈品牌的创新 再到网络安全的挑战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世界 一个科技进步带来无限机遇 但同时伴随着新挑战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无论是政策制定者 商业领袖还是普通消费者 我们都需要不断适应 学习如何在保持传统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同时确保我们的安全和引私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得到保护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全球金融市场和产业动态 再次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从能源巨头Shell的出符意料的盈利报告 到亚洲市场在美国联储会决定 维持利率不变后的波动 再到印度对香料製造商的全国性检查 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 Telegraph 报道 荷兰王家鹤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在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了 比预期更高的利润 达到了77亿美元 较前一季度增长了6% 这一结果出乎分析师的预料 他们原先预计的利润仅为63亿美元 尽管如此 调整后的净收入仍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97亿美元下降 公司还宣布 将在第二季度回购35亿美元的股份 与前两个季度的回购额相同 去年 鶴牌公司总共向股东反还了230亿美元 公司首席执行官Wilson表示 这些结果展示了 鹤牌公司专注于 以更小的牌放创造更多价值 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则带来了亚洲市场的最新动态 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宣布 将其主要利率维持在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后 亚洲市场在周四出现了混合走势 这一决定延迟了对利率的削减 导致日元在周四亚洲时段 早歇时候一度飙升2% 但后来逆转了先前的涨势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54.91日元上升到155.31日元 中国市场因劳动折价期而优势 另一方面,Yohu.us报道了 印度对香料製造商的全国性检查 印度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下令 对全国所有製造香料混合物的公司 进行检测和检查 这一举措是在新加坡和香港暂停销售 印度MDH和Everest香料混合物后采取的 原因是检测显示这些产品中存在越稀氧化物 这种物质不适合食用,并且是长期致岩风险的源头 这些不同领域的事件 不仅展示了全球经济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企业和政府机构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 从学牌公司的盈利增长到亚洲市场的波动 再到印度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这些动态共同繪制了一幅全球经济多元 且互相连接的途径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全球市场的走向将持续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 当世界的目光紧紧聚焦于国际政治与地线紧张局势时 独立报,报道美国对中国、俄罗斯 以及其他几个国家近300个个体和公司 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这一举措,是因为这些实体被控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 帮助其规备对乌克兰冲突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曾尼特 耶伦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先前对中国对 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商业支持表示关切 认为这有助于莫斯科持续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 被制裁的实体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急需的技术和设备 这一行动突显了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关注和应对 与此同时,远离国际政治中心的香港 正经历着自己的一场打击犯罪行动 南话早报,报道,香港警方在一场为期十一天的行动中 逮捕了142人,这些人涉嫌参与由三合会控制的毒品 性交易和赌博业务 这场行动导致了18个淫业场所 7个赌忽和一间无牌酒吧的关闭 被捕的嫌疑人中包括据称的三合会成员 赌博和非法经营场所的人员 他们涉嫌多项罪行,包括返运毒品 经营赌场和管理妓院等 警方在行动中查获了毒品、验金、赌博工具、武器和酒精 这次打击行动是香港警方对抗三合会组织和与暴力相关犯罪的一部分努力 展现了当局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心 在体育方面,香港的足球场上也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戏码 据南话早报,报道,结智足球队在对东方队的比赛中已二致一失离后 正面临着放弃香港超级联赛冠军的边缘 结智队致力于争取第四个连续冠军投衔 但在比东方队多踢一场比赛的情况下 落后于积分榜领先的李文队三分 即便如此,结智队的临时主教练金东真坚称 这场失利并未损害他被永久任命的前景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球队未来的一次考验 也是对金东真个人能力和领导力的一次挑战 这些事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到地方自安的打击 再到体育赛事的竞争 展现了不同领域内的紧张和挑战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对抗不仪的制裁 还是在本地社区中维护法律和秩序 亦或是在运动场上追求胜利和荣耀 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人类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不屈不闹的精神 在香港的建筑工地上 一宗重大的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南话早报》报道 一名前建筑项目经理因一起致命的塔吊堵塔事故被拘留 等待审讯 这场事故发生于2022年9月 一台重达65吨的塔吊堵塔 集中了临时办公室 导致三名工人死亡 另有6人受伤 35岁的经理人关号皆在法庭上出庭 检察官要求延期 已准备将案件移交至高等法院所需的文件 此外 一名72岁的注册结构工程师也因涉嫌 在此事故中扮演角色而被警方通緝 关号皆还面临违反建筑条例的另外指控 在金融领域 《南话早报》又报道了另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标准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宣布期2024年第一季剩利润上升5% 超出了预期 这一成绩归功于强劲的业务活动 货币定位以及高息环境的益处 贵度前税底线利润更是上升了25% 达到21.3亿美元 超越了市场预期 标准银行的CEO比尔 温特斯表示 银行对实现其财务目标充满信心 并将维持其全年2024年的指导 另一方面 彭博社报道了一则关于法律行业的重大变动 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梅耶布朗律师事务所 Mayor Brown 计划将其香港办公室分拆为一个独立实体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对金融障碍的回应 这些障碍包括中国房地产业的衰退 对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影响 梅耶布朗的香港办公室员是 强生斯托克斯及马斯特律师事务所 于2008年与梅耶布朗合拼 该事务所在香港拥有超过150名律师 涵盖斯务股权和基础设施等多个行业 近年来 随着亚洲市场的缩水 其他律师事务所也减少了在亚洲的存在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香港不同领域的最新动态 也反映了在经济、法律和建筑行业中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致命的工地事故到金融领域的亮眼表现 再到法律行业的重大调整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了一幅复杂多变的 香港当代社会途径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 一种来自远东的绿色粉末、抹茶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 成为时尚健康饮品的新宠 南话早报指出 抹茶因其丰富的健康益处而受到追捧 包括提供平稳且持久的能量补充 这种绿色的奇迹不仅含有天然咖啡因 还含有L、茶胺酸 这种胺基酸有助于缓慢吸收咖啡因 从而避免了咖啡带来的短暂刺激和除后的能量低落 抹茶的另一大级人力在于其多样性 从传统的抹茶拿铁道创新的抹茶冰沙 柠檬水乃至甜点 各式各样的抹茶美食让人目不下级 抹茶分为两种等级 仪式级和除用级 前者品质更高 后者质更经济实惠 在另一方面 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也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为实施了新一轮制裁 对280多个个人和公司实施了制裁 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哪些被控向俄罗斯军队提供 无人机零件和导弹系统组件的中国公司 以及与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压列克社 纳瓦尔尼之死有关的个人 这一系列动作突显了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家剧 以及各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力 而在美食方面 香港作为国际美食之都 总是有新餐厅的出现令人期待 《南话早报》 介绍了2024年5月香港必视的十大新餐厅 从日本、韩国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多元的美食选择让人垂县三尺 比如,日式散散窝餐厅Sukiyoki No Kagawa 韩式销肉店Hikinikot Kong 以及人气炸鸡品牌BH Chicken的登陆 都为香港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此外,新加坡著名的Sunny's Pizza 在香港开设了其首家国际分店 同时,一个名为Servo Morsi的身外 大概念店也在Alexandra House 梁上 提供了更多创新的餐饮选择 从受起销到汉堡牛排 从炸鸡到越南三明治 这些新餐厅模仪为香港的美食爱好者们 带来了更多探索和享受的机会 总的来说,无论是抹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 还是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 亦或是香港新餐厅的开业 都反映了世界在不断变化和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交流 政治的角力 以及美食的创新 这些都是构成当代社会 丰富多彩面貌的重要元素 在香港 当地最大的贷款机构汇丰银行 HSBC 最近宣布 将维持其关键贷款和存款利率不变 这个决定意味着香港的商家和案 揭贷款者将不得不继续等待 借贷成本下降的那一天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一举措施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跟随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保持利率不变之后作出的 并警告说 由于美国的通胀率依然高期 高利率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 除了汇丰银行外 其他贷款机构 包括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 香港 也预计将作出类似的决定 这对于希望减轻财务压力的 香港企业和防主来说 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另一方面 来自印度的香料製造商正面 临着在亚洲的一场危机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MDH和Everest这两家包装香料製造商的产品 被发现含有致癌元素 引起了多国的关注 香港当局在MDH生产的三种包装香料 和Everest生产的一种包装香料中 发现了粤稀氧化物 这是一种会导致癌症的农药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新加坡和香港 现在正在考虑对这些产品进行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 MDH和Everest以前就因为污染问题 而面临过困境 他们的一些产品因为沙门事菌污染 而在2019年和2023年分别被召回 这两个事件反映出 当今世界在金融和健康安全方面 面临的挑战 对于香港的商家和房主来说 高利率的持续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而印度香料製造商的问题 则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食品时需要更加谨慎 这些事件显示 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食品安全 全球化的今天都需要各国和地区之间 更加紧密的合作和监管 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安全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布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致富、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致富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